大家好,我是摄影师小易 很多人在旅游的时候都喜欢用手机给自己的朋友拍照 现在的手机人像模式这么厉害 又是自动美颜,又是双摄虚化 那么在高端手机和入门单反中应该怎么选择呢 今天我们就用实际的拍摄来告诉大家 今天我们使用了尼康的 D5600,D7500,以及241.8G,501.8G这两套组合来拍摄 这两套组合在体积和重量上都是非常合适的 同时,1.8的大光圈能带来良好的胶外虚化 相比,手机通过算法来实现的胶外虚化 使用单反相机加光学镜头 能够拍摄出更加柔美自然的胶外过渡和虚化 使用5600,7500这样DX字画幅的相机 其感光元件也比手机的感光元件大出数倍 因此使用单反相机拍摄出来的照片 在细节和分辨率上都比手机好很多 在弱光条件下,手机拍摄的照片会有很强的涂摸感 单反拥有更强的处理器 更好的信造笔控制 因此单反在弱光条件下可以得到更加纯净的画面 同时得益于单反系统优秀的处理器和镜头 单反拍摄的照片会比手机拥有更大的后期空间 即使在大幅度调整以后 也可以做到画面不失真 以上四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单反来拍摄的理由 在旅游景区拍照 经常会遇到人多背景杂乱的问题 这时候你可以通过巧妙的构图来避开人群 比如仰拍 这样你就可以得到一张背景非常干净的旅游摄影作品了 如果你想捕捉模特的神态 这时候你需要拥有一台具备高速连拍功能的相机 比如尼康的D7500 它拥有每秒8张的高速连拍 打开高速连拍 你就可以轻松地捕捉模特的每一个表情 不错过任何精彩的瞬间 这些年来尼康的影像传染器不断优化 并且在机身内预制了多种优化校准模式 在拍摄人像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优化校准模式设置为人像 这样就会获得非常理想的肤色效果 人像优化校准模式不仅在白天使用 在晚上拍摄的时候也同样可以使用 下面给大家带来三条小tips 第一 在仰拍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 不要让模特抬头 这样会拍到模特双下巴和不好看的脸型 第二 如果你在不需要很大的景深的时候 可以尝试收缩一档到两档的光圈 来获得更好的成像质量 第三 尼康拥有一整套的1.8系列大光圈镜头 分别是20 24 28 35 50和85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拍摄需求来自由选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咱arna